那接着现在谭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而且谭老师好像您婆婆就是大肠癌 控制30年控制得很健康很好的 对 其实我婆婆那时候发现的时候也是比较莫及 她是3B 但是现在她到现在已经90几岁都很好 3B还控制30年控制得好 对 而且我婆婆现在90几岁 可是过去30年来她很健康饮食生活 对 她真的是饮食改变很多 所以今天谭老师要分享的其实是健康好料理 老师把大量的菇直接在不沾锅干锅上面干烘它 对 然后我们就不加油 因为这个菇类就让它稍微有点香味出来 那我们另外一个锅其实就是用一点鸡肉 那我想因为鸡肉就有一些油了 虽然我去皮去油 还是有少量的油脂 对 我们就不再加那个油了 就直接进来 好 就有点这样子 加热炒 对 你婆婆是罹患了大肠癌之后 所有的生活饮食 通通都有大幅度的控管调整 对 就是休息 然后她其实是吃了很多的切纹 我婆婆最喜欢吃的就是水煮火锅 对 就是火锅 然后她会煮很多很多的青菜 她的那个火锅里面 就是菜就可以煮出这么一大锅 她吃很多的青菜 对 然后我们家吃的就是全骨类 就没有一些什么 没有加工品 然后比较多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 对 那唐老师同一时间菇也炒香了 对 然后我们菇就熄火 然后我们这个大蒜不要煮太久就收下来 然后我们所有的青菜就一起下来 好 老师今天还下了这个红椒黄椒大蒜 然后膳食纤维你今天准备了很多 这个是竹笋 对 然后还有芦笋 对 然后老师今天这个是事先汆烫熟的红梨梨麦对不对 对 这是台湾的红梨 那其实我的红梨是平常就会煮一盒 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 那如果说 像我今天如果是优格沙拉 我就咬一尺进去 那有时候煮饭没有这么多的膳食纤维 我也再咬一尺进去 那或者煮菜的时候就把它加进来 所以你的红梨等于是事先煮好一盒之后 分批那入菜入料理 对 你就放着一盒 然后随时你要觉得不够的时候你都可以加 好 对 那这个谭老师还要把菇进去汆 所以这里头尽管老师刚刚把这个鸡肉去皮 然后去一点油脂 现在汆进去是很多膳食纤维 那老师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稀奇的小玩具 好 这个好可爱 超可爱 这个可可珍贵 这个不是感蓝 这个是小西瓜 达哪来这些小西瓜 这个是他们种的那个西瓜 然后它不要那么多颗长大 它就摘下来的 那有时候它可以拿来做沙拉 或把它就是腌成那个 其实我有时候会把它加点那个梅子 变成蜜茎吗 对 就是有那种味道 好 那我现在来切一颗西瓜看看 它长得真的好像橄榄喔 它长得像橄榄 它里面有西瓜籽喔 不是红的 还没吃 席带会跑多久 我听讲不但不是红的 可是人还以为像那个青椒还是青龙椒 对 可是看这个可以生吃吗 可以 其实是可以生吃 但是因为我们 它很新的连皮都可以吃 好吧 你都Q到生吃了 我生吃了 是甜的吗 没有味道 不会甜吧 还没有味道 另外一边还有饭客给你吃 它是西瓜 是西瓜 是没有甜味的西瓜 是吗 其实这是在农业蔬果就是花开结果 它不要那么多的果实 因为会长不好 对 就要拿掉 然后其实农民收成下来是会把它用水来腌制 发酵变成那个乳酸的那个瓜棉 我跟你讲是有水分而没有甜度的西瓜 对不对 没有甜度 对 来 给你们吃吃看 好奇特 西瓜风味 没任何甜度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就拌进来 因为我不吃生食 然后我们准备一点那个芹菜 但是没有这个小西瓜也没关系 没有关系 芹菜就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这道已经非常的高纤 因为还有的这些这个梨麦嘛 然后我还有一些香菜跟那个芹菜的末 那就一起下来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哦 其实我们就谈这个大肠的预防 一个特色 你的食物就是高纤 对 你看每次唐老师做菜就是高纤 他每次上面有多少盘啊 都是纤维特别亮 我觉得唐老师做菜有这个特色 如果各位如果你想防治大肠 先请唐老师做给大家 就是以这些菜为主 我觉得大家就会达到第一步 我们讲高纤是 对降低大肠直肠 发生很重要一个关键饮食的一个因素 我们讲说其实食物非常多嘛 我们自己看一下好了 你看 当然你说像地瓜啦或是木耳 这些来讲 这个像地瓜在日本 它们是列为抗癌第一名的食物 那这里边来讲除了纤维以外 水溶液纤维 那另外的它背大活动是很高 那木耳来讲 它的可溶液纤维来讲 它是实际上可以降低一些毒素 好的一个吸收